高雄名男子昨天深夜11点多 涉嫌酒后驾驶一辆冰室车 沿路擦撞两辆轿车 造成两个人受伤 而造势逃逸 逃逸过程当中居然又冲撞附近住户的铁卷门 汽车离开现场 不久之后就被警方巡线逮捕 而这名涉嫌酒驾男子 昨天深夜跟朋友聚餐喝酒之后 驾驶冰室车准备返回住处 不料发生了擦撞 擦撞一辆红色轿车 导致红车从后方推撞前方一辆黑色轿车 过程当中造成两个人受伤 但男子没有下车 查看反而是直接加速逃逸 没有想到车速过快 却冲撞附近的一间民宅铁卷门 驾驶是当场汽车逃逸 而警方根据车牌号码 以车追人直接登门逮人 甄讯之后将他依照公共危险罪 造势逃逸以及伤害 毁损罪嫌等移送法办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